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來 今天我們要來一個這個 不小心中間被我遺忘很久的這個符文介紹的內容 那今天看到這個畫面應該就知道 我們要來介紹的呢 就是死亡地下城的這個符文的一些基本挑選 跟一個簡單的應用了啦 好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先簡單的來看一下死亡地下城 而不是這個死亡地下城他會掉的這個五種符文喔 分別是激怒 抑制 硬爆 吸血 跟破壞符文 那必須說實在話的死亡地下城的符文 其實我自己覺得使用度算是蠻高的 如果今天不是在討論RTA的部分的話 當然RTA有抑制符文是百搭的嘛 就是你基本上所有角色都會需要一套幾乎啦 幾乎可能不能說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百分之98好不好 98%的角色都會需要一套抑制符文 那其他的四套呢 如果就實用度來講的話 我自己覺得會比龍之地下城還有這個巨人地下城 真的都還要來的實用上不少 因為像龍之地下城的話 就是集中守護忍耐啊 保護啊 可能就在一般情況下就也沒有那麼好用 當然守護可以去用在三水選神的部分嘛 那像這個巨人的話呢 刀刃 祝福 然後到猛攻 其實使用量都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就是比起絕望跟迅速 就是死亡地下城的這些符文在平常使用上 其實我自己覺得還算不錯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先一個一個符文來看一下喔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的符文呢 我們就從最好介紹來介紹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抑制符文 抑制符文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覺得挑選的標準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速度 你就是要速度 因為抑制符文它是你無論在RTA 在這個公會站 巨點站 在任何的戰鬥場合下 除了PBE以外 所有的這個戰鬥場合 抑制符文就是可以幫你在開場的時候 如果你跑贏別人 那可能抑制符文的用處不大 因為你裝一套就是一回合 這邊先釐清一個小小的知識 抑制符文你裝了兩件之後呢 它會有一回合開場的這一回合免疫效果 但如果你今天裝了兩套也就是四顆 它會有兩回合的免疫 如果今天你裝了三套 你就會有三回合的免疫 那通常最有可能的啦 就是一套嘛 那小部分會用到兩套 三套我是基本上沒有遇過 那抑制符文的話 如果我們在討論正常的一套情況下的話呢 為什麼要選擇高速 因為它就算是一個什麼 它就算是一個你進攻上的寶藏 你想要拚 你就是想要拚速度 那如果今天我速度拚贏的 可能這個意志就用不到 但如果你拚輸了的話 對面還要拚先消掉你的 這個抑制符文 先消掉你的免疫 才能對你造成破防啊 或者是暈眩冰凍 緩速退調等等的控場效果 這也讓對方的這個進攻 在開場的時候 即便跑贏你 都還有著一定的不確定因素 這部分在RTA其實 不確定因素是真的佔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比重 所以基本上 最需要挑選的第一個數值就是速度 那其次呢 如果是RTA的使用 不外乎呢 就是體力 命中 暴率 再來 防禦其實在RTA現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可以決定你打出來傷害量的高跟低 而在RTA 血量會隨著時間減少 攻擊會隨著時間增加 所以你血量撐得再多 你的攻擊撐得再低 到殘局都會調低你的血量 你的攻擊都會達到一定的數字 只有防禦的貢獻是從一開始到結束 它提供的減傷百分比都是一致的 所以防禦其實在RTA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值 其次呢 有一些高抗的抑制符文其實也可以使用 因為你有些角色你可能就是要拚後手 那拚後手抑制符文是第一個保險嘛 第二道保險是什麼 你如果高抗的話 對面消可能也會消的不理想 比較不容易消掉這個抑制符文 所以抵抗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素質 那所以我基本上抑制符文的 這個可以使用可以留下來的素質就真的挺廣的 尤其無論是你衝了什麼 這個非常特殊的素質 或者是你衝了什麼 非常集中 像什麼 攻趴的我衝得非常非常高 什麼我都會特別留下來 像這種沒有速度的符文 你可以去考慮給到像什麼 蜂龍騎 其實蜂龍騎 雖然裝一套抑制是沒有用的 因為蜂龍騎開場必定先動 所以他裝一套抑制 他開場就會自己甩掉 但他裝兩套抑制 所以蜂龍騎就可以去用到這類型的符文 或者是其他你的低速角色 你只是要拚傷害 然後你要拚後手打一波的話 或者是你搭配了 像是水哥魯達啊光哥魯達 直接做一個提挑打一波的時候 這種抑制符文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所以抑制符文基本上啊 除非是固定體力固定攻擊固定防禦 跳太多次這種舞會賣掉 除此之外 只要是連續跳很多次的 我都會留下來 所以抑制符文基本上 我留的標準就會降低一些些 因為他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符文 無論在任何場合下 你都可以去做到實用 當然如果挑選標準 最高準則絕對還是速度 其他就是看你的需求 決定你要什麼樣的素質 那再來我們就來提到這個激怒符文的部分 激怒符文他裝4件套之後 暴擊傷害會增加40%喔 這種符文不用講 就是要拚什麼 他就是要拚傷害 所以留的素質很簡單 攻、暴傷 這兩個絕對優先 再來才是暴率 因為暴率 因為你有暴傷 代表你暴率要及格 現在暴率被NERF過 基本上沒有擺暴 真的沒有說什麼一定的 一定暴擊的 就是都有可能會翻車 所以暴率是第三個 當然 攻趴有時候可以去換成防趴 因為有些角色是吃防禦力的 像什麼瘋海甲 像什麼火柯柯這些角色 都是吃防禦系數 那這時候高防趴、高爆傷、高爆率 也可以留下來 那激怒符文我自己覺得啦 速度我可能不會看得那麼重 當然如果有的話 還是會稍微留一下 但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如果想要拚 這個符文就是要拚傷害 所以速度的比重反而會比 傷害的比重還要來得小 那只有極少部分像是 光熊是吃體力的爆傷打手 那這種如果是高 高體力的激怒符文 我可能就頂多每個位置 只會留到一顆到兩顆 甚至可能兩顆都有點多 因為這類型的角色真的不太多 那有啦光榮 光榮可能是一個選擇 不過他就比較尊絕不凡 如果有充得很好的體力的話 我才會再考慮把他留下來 所以激怒符文的挑選就真的很簡單 那你衝到那種什麼高命中啊 高抵抗就真的可以考慮直接賣掉 因為對於激怒符文來講 使用的這個機率就真的非常非常低了 再來呢我們來看下一套 是我們的這個吸血符文 吸血符文的話 我自己覺得 你在刷任何地下城的時候 你總是會刷到一些 比較少使用的符文 但是這些符文 並不是說完全不能使用 像其實在RTA 水熊貓哈山技能會自嘴70 然後去跳掉敵人最大 就是70%的血量 然後自己會受到同樣的傷害嘛 那這時候吸血符文 就可以讓這個水熊貓 不會扣到那麼多的血量喔 水熊貓我自己覺得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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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選擇 應該還是暴走符文 但是 就是有時候你在打RTA 你打到金3 金3 紅1 甚至更高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那些暴走意志 集中在某一些 你比較常用的角色 或是這些符文 給這些角色它的效益會更大 這時候你的吸血符文 其實在RTA的使用率是偏低的 那這些衝 你如果打到一些非常非常頂的這個 吸血符文 就可以給一些裝吸血符文 雖然表現不是最好 但也不錯的角色 但因為你給到它的是一線的吸血 跟如果你給到暴走 你可能只能給到二線的暴走 的這個情況來比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 這時候一線的吸血符文 其實表現也不會算太差喔 那這個地方吸血符文 就會有幾種的這個選擇方式 第一種是如果要給封龍騎使用的話 在殘局的時候 封龍騎其實二技能這個 30%的血量以下的時候 會無視防禦 所以搭配吸血符文一定可以吸滿血 如果有一些 攻擊、體力、暴率、暴傷 衝得很不錯的 吸血符文 但它雖然沒有速度 這種符文可以留 我自己覺得 一套就一套就好了 一套給這個 封龍騎 除非你有很多隻封龍騎啊 再來的話呢 就是那種 那就可以給像 風雄這種角色 風雄這種角色就是純吃體力 那這種很高體很高亢的 吸血符文也可以給他們做使用 然後我們在打 公會戰距離戰的時候 偶爾可以出場 不過在 後面頂端的這個 紅二、紅三的公會戰 可能風雄這種角色 就真的用不太到了 那其次呢 是有一些 速度的這個 吸血符文的話呢 就可以給到像我們的這個 火忍 它也是一個 一技能吃速度的打手 那像這個 我們的火魔劍 它的血量越低的時候 它的傷害跟它的這個 速度會越高 這角色是我拿來打 這個 地下城速刷用的嘛 所以高攻擊 高爆率 高爆傷的符文就可以給到它 那速度可能就不用那麼快 稍微有一點點 就拿來做配速就好了 或者是像什麼 風殺蛋這些角色 所以吸血符文基本上 就是 你一套 沒有速度了就好 剩下的就是 一套高體 然後其他都是把速度高留下來 或者是你真的衝到非常非常 特別的這個 可能四條屬性都跳一樣的 這種吸血符文 我才會考慮把它留下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硬爆符文了 硬爆符文它 這個符文其實就很好挑了 硬爆符文就是拿來幹嘛 插隊用的 既然插隊 基本上幾個數值 第一個 速度一定要 因為你的速度如果太慢的話 你可能 它打完你 硬爆符文發動完之後 你還沒有插隊 再來的話呢 呃 血量跟防禦要不要高 真的看個人 跟看你怎麼使用它 因為你防禦太高 可能對方打你 會反而打太少 而導致插隊的效果不好 你體力太高 可能對方打你 你的體力百分比 扣的也不夠 導致體條 體的也不夠 所以這個地方硬爆符文 我自己就覺得 比較講究使用的經驗 那有一些角色可以去做使用 包含像是你會拿來做使用的 火毯啊 火馬 或者是這個 呃 火術琴 可以拿來扛水熊帽 它砍一刀之後 你直接拉滿條 然後去換其他人 或者是火屎騎喔 水熊帽跳過來之後 你直接反吸它一口 然後把它吸掉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就會把 把它給一些這種 這個 體打手或坦克角 來去做到一個 這個 增加他們行動術的 幫助喔 那其實我自己的 硬爆符文就有 就有一點點多了啦 我自己覺得像這種符文 都是可以賣掉的 那只是我可能會衝一下下看看 就是衝完之後 如果它的素質真的跳得很好的話 我就會考慮 看再看要不要留下來 但是 像這一顆符文 基本上我留的標準是什麼 如果它只跳攻擊跟爆傷 我才會留 它只要跳到體力跟這個命中 我就不留了 因為這個符文對我來講 如果有命中 那基本上我就要走反控 反控的話就要有速度 可是它沒有速度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想拼什麼 我想拼後手的傷害角色 才會去使用到它 所以我就要爆率跟爆傷 跟攻擊力的部分 就是我自己覺得 硬爆符文就真的比較講究 你要給誰使用 你要挑什麼樣的素質 那當然還是我會把一些衝得很好 像這一顆就衝得還算不錯 高速度的符文 那這個因為高速度 所以基本上會留啦 那像這一顆的話就是高攻擊 高爆率高體力 然後速度也還算不錯 這種符文就是留下來的話 發揮空間都還算不錯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稍微留下來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給一些 二線角色三線角色拿來當雜符呢 就是可以在公會戰的時候不用換那麼多套符文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可以來看到這個 破壞符文的部分喔 那破壞符文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套符文了 那破壞符文這套符文在RTA基本上用不到 但在這個公會戰據點戰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用的符文 原因是什麼 在公會戰據點戰 你想要穩 其實所有的速刷隊都有繞賽的機會 除了眾籌的速刷以外 基本上你都有繞賽的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在 據點戰你想要穩定的獲勝 走坦摩隊是相對之下比較 勝率比較高 只要你的初角的這個邏輯什麼 是Counter的選擇是正確的話 坦隊的這個勝率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坦隊如果對方有補血角 這時候破壞符文的價值就提現出來了 所以破壞符文我基本上會給什麼樣的角色使用 就是坦克角 包含像現在大家直接看就知道了 這地方我所有角色幾乎都是坦克角去裝他的 那這個火沙漠就是炸符就把它丟下去而已 這個沒什麼再使用 像這個地方其他角色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所有角色基本上都是坦克角 像這個的話就是光小妖魔這種角色 我可能會考慮去裝一個破壞符文 如果今天我不小心一槍沒有戳死人的時候 至少在後續我第二槍第三槍的時候 我可以越戳他越少我遲早戳得死嘛對不對 只要我這個角色不要死掉就好了 所以其實90%的情況下 我的破壞符文絕對是裝在什麼 彈角身上 那既然裝在彈角身上 有速度的話基本上不用講 有速度一定留 那除了速度以外的話呢 彈角需要什麼 體力 防律 這兩個應該是最基本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抵抗 那這三種屬性基本上我會把它綁在一起 就是體 防 抗 那可能再加一個速度的部分 這四種 這四種 這四種的這個破壞符文 我會把它當成一類的破壞符文 另外一類呢可能就是這個 速度 然後攻擊 爆率 爆傷 就是走什麼 就是走有傷害型的 像什麼像我們的 剛好我這邊講到的這個 光最高 不是不是光最高 光最高也可以 那或是光小妖魔 就是我的強力輸出角色 可以讓他打敵人 就是即便他真的超級坦的好了 我還是可以把他越打 血量越少 我遲早可以打得死他 除此之外的話我就覺得 應該就分這兩套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那種 衝得非常非常高速的破壞符文 可以留下來 那破壞符文在攻擊戰 曲點戰的使用 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就建議大家 破壞符文是一個 你如果有衝到很好的素質 真的留下來 會對於你的據點戰的這個符文深度 會有很大的這個幫助的一種符文 所以我為什麼會說這個 死亡地下城的符文 其實都算是偏 偏實用 因為無論是激怒 是打這個高傷型角色 或者是這個 一波流的選擇 到這個 吸血符文走 續戰力 然後在RTA也可以作為實用 到印爆符文 RTA作為戰術性的版Counter 或者在這個 公會戰據點戰 做一些角色的這個 戰術性使用 到抑制符文擺搭 所有魔靈都會需要使用的一套符文 到 破壞符文 是一個 在公會據點戰上面 魔隊超級好用的符文 這五種符文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符文 是你說 我真的 我絕對完全用不到的符文 像 如果是巨人的話 我可能會說 祝福文 有可能 你叫我 你叫我所有角色都不要裝祝福 可以 你叫我所有角色都不要裝這個集中符文 可以 但你叫我所有角色都不要裝破壞 有時候水熊帽真的不太好應付 那你叫我不要裝吸血符文的話 我虛戰力可能不夠 抑制應該不用講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會覺得死亡地下層 其實是一個 可以快速增加 你的 這個遊戲 遊戲 遊戲強度的地下層 因為死亡地下層的所有符文 都會讓你在 遊戲裡面各個地方 都有機會 可以去用到 所以你農死亡地下層 你的平均水平會上來 但如果你今天說 你要打工會戰 你要打巨聯戰 你要打RTA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 龍之地下層的暴走符文 是你的最佳良伴 那如果你今天說 你要打什麼速控隊 你要打什麼一波流的話 巨人地下層的迅速跟絕望 就是你的好夥伴 當然啦 最後還是不忘提醒大家 你需要農什麼樣的符文 絕對還是看你的包包裡面 有什麼樣的角色 跟你現在主要是想要去打哪一個部分 像是你是想要打RTA 還是你想要打這個競技場 還是你想要打工會戰 巨聯戰 都會有你可能 比較適合農的地下層 好啦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死亡地下層 我自己的一個挑符文的標準 當然可能有一些講的 跟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樣 當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我一起討論喔 呃我的講法 絕對不是一個最正確的 但是就是 就是就我可能 七年快八年的遊戲經驗 我自己的流符文 我自己對於遊戲的一個理解 所以如果你有 你自己覺得 好像哪裡怪怪的 或者是 好像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樣 我們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就是沙達 稍微的切磋一下 就是我自己覺得啦 符文這種東西 真的沒有一個絕對的 絕對的誰對誰錯 就只有一個說 呃你想要怎麼做 因為魔靈召喚這個遊戲 真的是一個 自由度很大的遊戲 如果你的角色 想要裝什麼樣的符文 我自己覺得 只要你有想法 你是動過腦的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棒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 死亡地下城的一個 符文挑選喔 也給各位一些 如果真的是 剛加入遊戲的新手 一個比較簡單的 這個 比較大致上的 挑服介紹啦 那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 再見囉 大家 掰掰